好的 那怎样呢 先跟大家聊一聊啦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告别糖胖人生 糖胖人生 到底什么是糖胖症呢 来 我们来先看一下 其实因为近年来 你会发现高血压的比例越来越多了 那高血压 心血管的问题 它其实都会造成很多 我们三高 三高尤其是我们的血糖 血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人就问说 老师 到底什么是糖胖症呢 为什么我年纪这么轻 可是血糖就控制不好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何谓是糖胖症 为什么血糖容易控制不好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些 这些荷尔蒙 那大部分的荷尔蒙都是帮我们血糖提高的 你要知道其实在我们祖先啊 远古时代的时候 其实我们经常要追着什么 追着猎物 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荷尔蒙 都是让血糖提升 像肾上腺素 像生长肌素 甲肢上腺素 有各式各样的荷尔蒙 都是提升血糖 可是各位好朋友 我们只有一个荷尔蒙会降低血糖 就是我们的胰岛素 胰岛素 所以我们要小心保护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胰岛素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经常吃精致的饮食 你就会发现 胰岛素它经常经常要被迫出来工作 工作久了之后 它最后就容易罢工 所以我们要如何吃血糖才会稳定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部分哦 来 何谓糖胖症呢 其实从70年代开始哦 在70年代开始它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因为糖尿病啊 其实有分成二型 这个D型糖尿病 其实大多是属于遗传的 所以您的家族里面 如果有糖尿病的这个症状 那基本上您未来得到 一型糖尿病的比例会很多 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二型糖尿病 好 那到底什么是二型糖尿病呢 来 各位 你可以看一下 二型糖尿病 其实就是所谓的糖胖症哦 就是基本上 它是两个字合成的 Diability Abusity是属于这个肥胖 肥胖 Diability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那肥胖的人 因为他的胰岛素比较容易不敏感 所以造成这个二型糖尿症的比例很高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得到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他都有一个这个什么 圆圆的肚子 圆圆的肚子 因为肥胖这件事情 本身会降低 胰岛素的敏感性哦 这个很重要 好 那你说老师 那我如何才能够知道 我 有没有糖尿病呢 来你看一下哦 来各位 当当当当 如何诊断哦 好来 你可以看一下诊断有四个方式 首先第一个叫 饭前血糖 第二个叫 饭后血糖 那第三个叫 糖化血色素 其实最重要的是糖化血色素 我到时候教你们怎么看 那第四个呢 这个指标不是这么的精确 可是它同时也是一个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数值 就是通常糖尿病的人 两个就有一个 它会有所谓 可以三多一扫 那三多就是多尿 多吃多喝 那体重会减轻 但是这个指标 不是这么的明显 好 所以我们先从前面 三个开始讲起 饭前空腹血糖 以一般人来讲 我们的空腹血糖 正常会借在 大概60到9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 当你在巴豆腰 肚子饿的时候 60到90的空腹血糖 是标准的 可是通常有糖尿病的病人 你会发现 他的饭前 还没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大于126 所以这是一个 还蛮值得参考的指标 那第二个部分 叫做饭后两小时血糖 其实我们饭后两小时之后 血糖会慢慢慢慢的降下来 那如果这个人吃完饭之后 测 发现一样大于200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的 其实他的血糖控制 不是这么稳定 表示他的胰岛素 可能没有在工作 懒得工作 或是胰岛素 比较不敏感 好 那第三个 这个就很重要啦 等等等等 我把它画起来 第三个 我们叫做糖化血色素 他的英文 其实叫做HBA1C 那大家可以赶快 把你的见解报告打开来 你会发现 HBA1C 它其实指的是 一个长期的指标 多长呢 总共是三个月 三个月 像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 他测出来啊 他的糖化血色素 高达9.6 你有没有发现标准是6.5 标准是要 基本上要小于6.5 如果大于6.5 大于6.5的这个percent 代表他其实已经是有糖尿病的症状 那这个男生测出来已经9.6了 告诉我们 其实他的血糖已经长期控制不稳定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红血球上面啊 照理来说 他不应该黏有太多的葡萄糖 可是如果这个人长期都是属于高血糖的症状 他这个血糖会黏在我们的红血球上面 所以造成我们的这个红血球上面 黏满了这个糖 所以红血球的糖过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值就会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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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升 好 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 你就会知道 红血球基本上他的态患率是120天 所以他其实可以代表 三到四个月的一个长期指标 所以这四个数值里面 其实最准确的是哪一个 当当当当当 是 糖化血色素哦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 OK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 亚欣有问说 瘦是不是不容易得糖尿病 来各位 亚欣问的很好 其实瘦子来讲 一般来讲比较偏瘦的人 你会发现 如果他有糖尿病 大多都是属于一型 大多都是属于一型 那如果这个人体重控制的不错 他其实确实 如果他得到二型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我跟大家 确实他得到二型糖尿病的比例 如果这个人偏瘦 他得二型糖尿病的比例 他会比较低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太多的脂肪 会去干扰他的胰岛素 好 那我分享一下 一型跟二型他的治疗方式 一型基本上来讲 是他天生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是量不够 所以大部分你们会看到一型 他会随身携带测血糖基 然后再来他会随身携带胰岛素 要施打 要施打 直接是他常常在打针 这是一型 那二型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幸运 因为他不是先天的 他是什么 他是饮食造成的 我们是饮食造成的 是习惯造成的 这种生活习惯病 所以最追根究底 还是要有生活习惯去怎么样 去改善嘛 好的 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那再来看一下 老师我了解了糖胖症了 OK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老师 请问一下这个 如果说我这个糖胖症啊 糖尿病控制的不好啊 我到底会怎么样呢 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假设糖胖症控制的很不好 我到底会怎么样 来大家可以看一张 简单的这个插图哦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字比较小 我把它放前面 糖胖症它其实有很多的并发症 糖胖症控制不好哦 因为你知道血糖 它容易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造成一些病变 所以基本上糖尿血糖控制不好 我们的微血管容易出问题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啦 我们微血管都在哪里呢 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 我们的微血管 从上到下先看眼睛 眼睛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微血管 对 眼睛里面有很多微血管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失明啊 糖尿病造成的失明 是失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失明 因为微血管受到这个阻塞 它的这个循环受到干扰 所以它这个失明 其实是糖胖 这个糖尿病的一个主因 那再来第二个 肾脏有没有很多微血管 当然有啊 因为肾脏它要帮我们这个 做很多的循环啊 做很多的代谢 所以基本上洗肾 其实也是一个主因哦 我们国人会洗肾除了我们的这些食安问题 这些食安这些食物的毒素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来自于糖尿病控制不好 控制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心血管 你发现其实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血糖值过高 你会发现怎么样 我们比较容易血栓 比较容易血栓 我们的血液 血流量会变得比较不好 所以高血压还有高血脂 它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糖尿病这些 这些后遗症的风险 包括中风啦 包括心血管疾病啦 脑溢血 它其实都跟我们血管有关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 基本上血管 血管里面的糖太多 对我们的整个代谢来讲 它是会受到阻碍的哦 受到阻碍的哦 甚至最严重怎么样 末梢神经循环不好 也是血流量不好 最惨的就是什么 神经病变了 再也不能出去玩 不能爬山了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大部分来自于 糖尿病控制不好 都跟我们血管的这个循环有关系 眼睛 肾脏 心血管 还有我们的末梢神经传导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 怎么手指不见了 怎么看到它 怎么它下肢不见了 脚落 就脚踝下面以下的这个地方都不见 其实很多都来自于 糖尿病控制不好哦 好 那老师你说糖尿病控制不好 我知道了 那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教我三招呢 当然可以啊 让血糖乖乖听话 我们现在要找解决方案哦 解决方案其实是很重要的哦 来 教你糖尿病三招 来让血糖听话 好 这个部分哦 其实我们要先了解 恐怖的内脏脂肪 什么是恐怖的内脏脂肪呢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到 恶行糖尿病的人 他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他除了肥胖之外啊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饮食失控 尤其大部分的脂肪 你会发现他的比例都在哪 都在肚子哦 都在肚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妙妙会引来蚂蚁 可以说是有糖尿病吗 好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在讲内脏脂肪的时候 我们先聊一下 刚刚有很可爱的这个同学问我们说 老师我如果 我常常发现啊 我的马桶哦 周围 尤其是男生很明显 因为男生有时候上厕所会不小心碰到外面 有没有发现瓷砖上面 都会有蚂蚁过来 其实通常如果有这个状况 我会建议你 马上你先去做一个最基本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里面 一定要有 饭前饭后的空腹血糖 还有刚刚讲的 HBA1C 就是所谓糖化 血色素 你先去做这样的检查 因为通常厕所里面有蚂蚁 基本上糖尿病的几率很高很高很高啦 很高 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小小的征兆 这个同学问的很棒哦 谢谢你 好了 亚新说好恐怖哦 好来 恐怖的内脏脂肪 来各位 我们全身上下都有脂肪 但是我最害怕脂肪分布在这个肚子 分布在我们的内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各位 我们其实如果是手臂的脂肪 屁股的脂肪 大腿的脂肪 我们叫做皮下脂肪 它只是不好看 可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一些健康 它并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但是如果今天运气不好 我们这个吃的不对 内脏脂肪含量很高 它都在肝脏周围 它都在我们的这个脏气 五脏六腑周围 得到脂肪肝的几率高 然后再来 过多的内脏脂肪 它其实是会去干扰我们的胰岛素 内脏脂肪是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 它唯一会去干扰我们的胰岛素 让胰岛素变得比较不敏感 让原本应该在血管里面的血糖 应该怎么样被降下来 被降下来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内脏脂肪 让胰岛素不敏感 所以血糖此时居高不下 最后造成很多视网膜病变 所以脂肪 其实皮下脂肪 我们说四肢的脂肪 只是不好看 但是真正影响到我们生命健康 安全的 其实是内脏脂肪 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 好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老师那我了解了 那怎么样吃的这个比例就很重要啦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以前 以前吃东西的比例 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的健康教育都是一个金字塔 高高的金字塔 然后以前的健康教育老师会说 你下面要吃最多 下面大部分都是淀粉 无骨杂粮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青菜肉 然后油 很多 有没有 好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的比例换算成便当 你就会很明确的看到 饭占一大盒 占三分之二 很多很多的白饭 上面有一次 哇 看起来这个津津有味的大鸡腿 但是蔬菜量很少 蔬菜量很少 很少 好少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这样的吃的方式 如果继续继续这样吃 然后加上我们就是属于 静态的上班族的生活 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常常会上上下下 因为精致淀粉占太多 你说老师 原来这样的便当不合适哦 对 不合适 所以以后我们走进自助餐 第一句话先跟老板讲 老板 饭半碗就好 那如果他今天自助餐比较好 他今天像是全国素食啦 或是说一种 比较特殊的自助餐 他有其他五股饭 有糙米饭的选择 老板可以给我糙米饭半碗就好 要记得 要先告诉老板煮食 先帮你减量 那再来这个比例就很重要了 来看一下这个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我们历任总统 有一任总统身材特别好 叫欧巴马对吧 欧巴马 好来各位 欧巴马他们家的这个比例 就是照着我们这个 my plate prate就是餐盘嘛 我的餐盘 他把餐盘呢分成四份 有没有发现蔬菜水果怎么样 蔬菜水果其中 把他移近一点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 蔬菜水果其实主要就占了盘子的一半 所以你会发现这张图里面 其实有一半都是蔬菜跟水果 都是蔬菜跟水果 一半是蔬菜跟水果 那剩下四分之一就是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蛋白质 蛋白质像是鸡肉啦 豆腐啦 豆干啦 毛豆啦 这个都算是蛋白质 所以你会很明确的发现有没有 最大的差异叫做淀粉类变少了 淀粉类只剩多少 四分之一哦 四分之一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好的 对青菜会多吃一点 哎呀欣妮很厉害 就是刚刚那一张是邪恶的便当 现在这一张是幸福的便当 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会稳定 那如果刚刚长期吃这一种便当 你可以比对一下 你的血糖会常常震荡 所以记得以后不管是你自己做便当 或是要在外食买便当 我们的淀粉类都一定要请他减半哦 请他减半 好的然后再来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部分你说老师那我的用餐顺序怎么办呢 用餐顺序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通常在吃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蔬菜放前面 接下来再来鱼肉豆蛋 最后是五谷杂粮 各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顺序 下面有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糖尿病医师 降血糖的塑效饮食 他发现当你一样吃一个餐盒 可是透过改变用餐的比例 还有顺序 顺序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饭 先吃鱼肉豆蛋奶跟蔬菜 垫垫底 让你的这个肠道 让你的胃部里面有很多的水溶性纤维 最后你再来吃淀粉的时候 你会发现血糖变得比较稳定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红色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发现 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 如果先吃蔬菜 血糖一度就慢慢变得比较稳 对不对 比较稳 基本上上来的幅度比较小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蓝色的部分 是不是有上来一次两次三次 一次两次三次 这三次就是分别是 如果你都先吃淀粉 你就会发现你的血糖就要上升一次 每上升一次 就是胰岛素就要出来怎么样 努力工作一次 你就要领人胰岛素 就是基本上又再消耗一次它的能量 所以胰岛素每天就这样很辛苦的工作 啊久了它就容易疲乏 所以血糖稳定这件事情 不只是对我们身体很重要 对我们的情绪跟大脑很重要 你一定有这个经验啊 各位好朋友 吃完饭之后 有没有会觉得昏昏欲睡 想要趴一下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糖在不稳定 所以记得精致淀粉减少一点点 对你的身体会更好 那我们现在用图像把让大家了解一下 各位 看一下应该还蛮清楚的 水溶性纤维为什么能够稳定血糖 你可以看到你的右手边这张图 有没有发现右手边这边有很多水溶性纤维 鼓起了嘴巴 当我们先吃蔬菜的时候 我们的肠道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水溶性纤维 那这个水溶性纤维就像是一个网子一样 它可以把后面再掉下来的淀粉怎么样 先把它接住 所以血糖上升的就会比较缓和 就会比较慢 好 这是先吃蔬菜 那假设如果我们都先吃淀粉 你看到左边这一张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纤维值不够 血糖掉下来之后 胰岛素就要努力工作 然后努力工作之后 就要把这些多出来的血糖 送到我们的组织里面存起来 变三酸甘油脂 所以第一个如果常常先吃淀粉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很辛苦 胰岛素很辛苦 再来我们转换成脂肪的比率 就会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生酮饮食 低碳饮食 它都是在控制我们的什么 淀粉的量 淀粉的量 好 最后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 那个有看过它 那它其实是一个巨星 是一个superstar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玛丹娜 玛丹娜 娜姐玛丹娜 你会发现玛丹娜她已经60岁 而且有两个小孩了 可是你有看到她的身材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实她除了身材好之外 因为她是艺人嘛 她每天都运动一个小时 最主要的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她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她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只有40%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吃到60到70% 所以记得 其实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我们并不需要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传统这种物浓的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春更夏云秋收冬长 我们已经不是属于那样的生活 我们是比较静态的 所以碳水化合物可以稍微减少一些 血糖可以稳定一些 那再来那蛋白质可以增加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好脑力 对不对 好的油脂也可以增加 上个礼拜就讲到很多好的油脂 我们比较好脑力 所以我们这些蛋白质跟脂肪 对我们脑细胞就很重要 那再来玛丹娜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做有氧 每天再运动一个小时做肌力训练 为什么肌力很重要 来我举个例子 肌力训练像是我们运动完之后 都会做一些深蹲 或是做一些仰卧起坐 浮地挺身 棒式 像这种运动 或是你常常会背着比较重的东西 来登山 践行 这都是一属重量训练 那重量训练它会训练我们什么 训练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的肌肉越来越多 肌肉越来越多 肌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可以装血糖的带子 肌肉多的人啊 他的血糖肝糖 就会慢慢的进入肌肉里面 所以就不会一直留在血管 我再说一遍 肌肉量比较多的人 这是他的肌肉 当我们吃进去的血糖 肌肉比较多的状况下 血糖就会移到肌肉里面 变成肝糖 不会一直留在血管里面 所以这个人就会发现 血糖控制的比较稳定 我们过去有一个case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男生 有一次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哇 我发现他的这个气色 比以前糖尿病的烧好很多 那我在看着他的这个报告 我就吓一跳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糖尿病 因为他的糖化血色素 已经回到5.4了 非常的标准 正常是6.5下 那他只有5.4 表示他控制的很好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 营养师我跟你说 因为我现在开始练习重训 你知道吗 肌肉真的很好用 肌肉会吸血糖欸 我永远都记得这句话 他说 哇 肌肉会吸血糖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训练肌肉的人 你会发现 他其实对于血糖的稳定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再加上呢 你开始会用这个饮食分配法 包括这个四分法 刚刚讲到的四分法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血糖控制 都会得到改善 那其实老师今天讲的都是针对二型糖尿病 二型就是所谓后天造成 习惯饮食造成的 那如果今天您是一型糖尿病 记得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去记得就是定时施打胰岛素 然后做好血糖监控喔 那也祝大家就是血糖都控制的很好 心情也非常的好 那跟大家预告一下 来下一次的主题 因为现在是进入秋天了 天气开始慢慢转凉了 开始穿外套 开始有些人会开始 HACHU HACHU过敏 所以我们下次要跟大家讲一讲 过敏如何不要早上门 如何让这个照顾好肠道 然后过敏绝对不要早上我 下次会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过敏的议题 那同时也要呼吁一下大家 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 因为我们要到尾声了 记得今天的影片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tag跟你的好朋友 那一样写下 花锦香小学糖 然后后面tag你的好朋友 我们一样会在下周三的中午 之前抽出一位幸运额 那送出我们的这个益生讯 市价890块的日本益生讯 那如果tag的人越多 有超过30位 我们会再加码 继续送送送喔 继续大家加油 那我们一样下个礼拜四的中午见了 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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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również声zd icker 好 谢谢 感谢观看